年仅21岁的羽球女单吴景威 今天抛下震撼弹 声称由于健康原因 必须每天吃药支撑 所以为了健康着想 宣布提前退役 并将梦想既往李自家与赖佩君 希望他们能够在雨坛持续发光发热 吴景威也在宣布退役的短片当中 分享他的梦境非常耐人许味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有个球员他本来是 打完苏迪曼和优北攻后才退下去的 然而这两个比赛也是在他的比赛计划里的 而且教练员都知道 他打完这两个比赛后就会退役的事情 但是当他从社交媒体上知道 其实他的名字不在名单的时候 他直接整无语了 直接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每人通知他 其实他没得去 他就是因为这两个比赛 所以才坚持到现在 不然他每天还吃着超标的药量 继续训练来干嘛 结果他竟然从社交媒体上知道没得去的事情 吴景威称 他能够理解在梦境中的情况 就是让状态家的选手上场 但高层选人标准是非常令人疑惑 直言以放弃挣扎 当事实是这位球员 就这个一旦休息了一个月 才刚回来训练一个星期 然后出没意料的是 这位老总自己也打败说 这一旦准备得很差 所以呢 他不能冒险 让两个准备得很差的人去 他只能选其中一位 准备得都不好的人 因为怕到关键的时刻了 两个球员都没准备好 就没人上场了 哎 手到这里 这位球员更无疑了 OK 算了算了 算这位球员怎么都准备不好 当排名赛排名第一的队友 竟然没得去 这个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排名都第一了是哪里 没准备好了 他这位球员就放弃掌扎了 不断发生什么 其实现在也不管他的事了 在吴警卫宣布退役之后 男单一哥李自家也在脸书回应 称感同身受 奈何身不由己 并向吴警卫承诺 将连同他的梦想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